Zither Harp 避阴癌又叫广东楼 广东地区的患者人数 占了全中国患者的六成 由于早期的病征不明显 和被斗炎好时 发现的时候已经进入晚期 究竟放射治疗 其佳化疗 可以怎样帮到患者呢 欢迎收看EA最强 鼻咽癌又被称为广东瘤 中国人患上鼻咽癌的比率是全世界最高 每年六万多宗的鼻咽新症里面 中国就占了接近一半 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和香港高门等 都是鼻咽癌高发区 当中广东的鼻咽癌的病发率 更加是占了全国的近六成 今天我们就请到临床肿瘤科的陈亮祖医生 和我们一起讲一下鼻咽癌 陈医生你好 你好 想问一下 说到广东人患鼻咽癌的机会是比较大 其实关不关系沿海的饮食习惯事 是的 有关系 其实鼻咽癌可能和小时候吃咸鱼有些关系 当然不仅是吃咸鱼那么简单 也有其他因素可以导致鼻咽癌 我们已知的因素就是一个EBV病毒 差不多所有的鼻咽癌细胞里面 我们都发觉是有这种病毒的存在的 除此之外遗传也都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一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人是有鼻咽癌的话 其他家族成员患上鼻咽癌的风险也是比普通人增高 陈医生讲多一点关于吃咸鱼 或者是这个原因 其实是不是关于可能在一些叶制食物里面的某一些 可能是会令到鼻咽癌是会诱发出来的 是的 咸鱼里面可能含有一种叫做亚硝酸盐的物质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亚硝酸盐其实是致咽物质的一种 那怎么样亚硝酸盐直接导致这个鼻咽肿瘤呢 其实科学家现在还在研究中 那关于那个EBV病毒 其实可不可以说一下这种病毒 其实是否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呢 还有是不是大部分人怎么样会有这种病毒的 其实九成的成年人其实都已经接触过EBV病毒的了 但是很多时候就没有明显的病征的 那为什么大部分人得了这个病毒而没有鼻咽肿瘤 唯独是个别的人接触了这个病毒而出现鼻咽癌呢 其实科学家还在找原因 那至于遗传的因素呢 影响又大不大 可能说影响是有多大呢 是不是直系亲属如果有的话 可能子女有的机会又有多大呢 通常如果是直系亲属有的话 那个机会比起普通人其实增加几倍 另外想问一下鼻咽癌的病征 很多人都说过早期的病征不是很容易察觉的 可能只不过是鼻涕里面有些血丝 都不容易会发现得到 想问一下那个早期病征其实会是怎样的 如果鼻涕咽癌最早期的病征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 那么就 间中有部分病人会发觉有些少少 就是耳鸣 耳塞 好像一些作感冒的症状 很多时候是忽略了的 严重一点可能谈中带血 腎鼻涕有些少少血丝 这些都是早期的病征 可不可以说一说呢 如果是鼻涕癌来说 它会是分开几一期呢 还有如果每一期的病征 又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呢 是 第一期刚才说了 病征是比较少一点的 主要来说是一些耳朵听力差一点 耳鸣 也有小部分病人出现 吞口水的时间 好像吞到一些酸酸咪咪 吞到一些血 其实这些都可能是鼻涕癌的病征来的 如果去到第二期呢 代表局部的肿瘤是比较大一跌 或者是出现一边颈的淋巴核 事实上很多鼻涕癌的病人 超过七成 其实他们见医生的时间 都是因为颈部有一些淋巴核 这个是第二期就是一边有淋巴核 如果两边颈部都有淋巴核 其实病已经去到第三期了 或者是肿瘤本身侵蝕了颅体骨 当然如果医生摸到两边都淋巴核 当然是第三期了 如果是局部第三期 很多时候出现头痛的情况 第四期也都分第四期的早期 和第四期的晚期 第四期的早期可以是被烟的肿瘤本身 侵蝕了颅体骨之外 它侵蝕了一个老的神经 导致人看东西两个影 眼睛有邪视 面会很鼻 这些都是局部第四期 另外就是颈的淋巴 如果是大过六个厘米的话 或者是山到下颈很低的这些位置 也都是属于第四期的早期 而第四期的晚期 意思是这个瘤已经扩散了颈以外的其他地方 譬如病走去肝、骨、肺部 这个就是真是最末期的鼻烟流 医生刚才也有提到 鼻烟癌早期的病征又不是那么明显 而且鼻烟的位置其实都不难发现 如果是要做检查的话 是要怎样检查 还有要怎样才确诊得到 医生通常会问病例 还有做一些摸一下颈 有没有淋巴屈发大 最主要就是看鼻烟 鼻烟因为很隐蔽 就这样看就看不到 一定要通过一些仪器 通常我们用一个 刚纤内窥的身入鼻孔里面 看鼻烟的位置 当发现有可疑的时间 同一时间咬一些组织出来 在显微镜之下发现 在显微镜之下 看到这些是鼻烟肿瘤的细胞 那就是确诊是鼻烟癌 医生如果是发现鼻烟 真的有一个鼻烟癌的肿瘤 那其数又怎样去判断呢 当我们在显微镜之下 证实这个病理报告是鼻烟瘤之后 其实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正如刚才我说 鼻烟是看不到的 它有时侵蝕了颅底骨 侵蝕的程度 根本肉眼是看不到的 这个时间我们要靠电脑掃描 或者磁力共振 去掃描我们鼻烟和颈的位置 从于判断到是第几期 有调查就发现 鼻烟癌的病法率比较高的地区 它的白米和水里面的含蝕量 比其他地区都高的 又有动物研究者 但是鼻烟癌的原因 现在还在研究 刚才说吃的 你说吃咸鱼 或者腌制的食品 病法率会比较高 但如果你说吸烟 或者喝酒的有没有影响 这个关系不大 当然我们不会 因为吃烟 不会发生鼻烟癌 就鼓励人吸烟 我们下一次回来 会看看鼻烟癌的电疗 会带来不少副作用 看看可以如何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陈医生 我知道放射治疗 其实就是医鼻烟癌一个很常见的治疗方法 但是放射治疗也有分很多不同种类 有些是体外 有些是体内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究竟是有哪几种 鼻烟癌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放射治疗 我们医治鼻烟通常都是以体外放射治疗为主 体外放射治疗就是病人躺在一个电疗机那里 那个机器我们叫直线加速器 那个机器就会用一个高能量的射线 照射我们的鼻烟和颈的位置 这个过程是每日进行的 通常整个鼻烟的医治要做35次的放射治疗 即是为期七个星期 有相对比较高的机会将鼻烟癌完全医治好 体内的放射治疗又是怎么做的 体内放射治疗是另一部机器 体内放射治疗亦都叫后装置或者叫近距离的电疗 它是放一个很幼的管在我们一些管道那里 它不是作为鼻烟癌的主要治疗的 它通常是用在子宫颈癌的治疗方面 当然有部分鼻烟癌的病人 亦都可以体内放射治疗之外之后 用体内放射治疗来加强治疗的效果 刚才又提到鼻烟癌有不同的奇数 而且它可能有时候侵蝕到位置很敏感 可能影响了偏头痛或入了头颅等等 那可否说是否每一个奇数的患者都适合做放射治疗 会有什么风险 其实第一至第四期只要没有扩散的鼻烟癌 都是以体外放射治疗为主的 当然电疗的范围和剂量是因应其数的不同 我们作出相应的处理 早期的鼻烟癌 譬如第一期这样 我们可以电33次都可以的 第一期或以上的鼻烟肿瘤 除了电疗之外 我们通常会加上化疗 加强电疗的效果 电疗就是每天去医院进行 真的开机电的时间其实是10到15分钟 过程之中病人是感觉不到任何的痛苦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开头电疗的一至两个星期 多数人是感觉一些口腔味角转变 口肝 去到第三个星期开始 口腔开始有些非知 吃饮开始疼痛 这个过程去到第五第六个星期 甚至第七个星期就越来越辛苦 除了口腔生非知之外 皮肤也会出现变化 去到第四第五个星期开始 皮肤慢慢好像太阳晒得很厉害 有些红 去到后期甚至有些损 其实这些电疗之中的副作用 在电疗整个过程之后 是会慢慢恢复的 电疗之后其实也会有一些 我们叫后遗症 后遗症可以是永久性的 最主要来说就是口腔里面 牙膠比较紧一些 开合那里有些问题 脖子不是动得那么灵活 除了这个就是鼻咽本身 因为受到高能量的照射 它容易出现鼻咽发炎的情况 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就要每天做一个 我们叫做洗鼻的动作 好像刹牙一样 每天最好两次 减少清除鼻咽里面的污秃 减低发炎的机会 医生大理说 可能每一个人 每一个奇数 可能他的后遗症都不一样 其实这些后遗症 有没有得避免 会不会加强一些化疗的药物 令到电疗的剂量 又不需要那么大 就可以减少这些后遗症 其实我们电疗的剂量 都比较固定的 不过如果肿瘤是真的很厉害的话 我们现在就会用一些 新一些的电疗方法 我们叫做调强电疗 英文叫IMRT 这个电疗方法的好处 就是将那个剂量 更加集中在肿瘤的位置 而其他我们需要避开的地方 比如那个腮线 口腔 这些我们尽量不需要减低剂量 我们就用这个调强电疗的方法 减低那个地方的剂量 当去到第四期的鼻烟肿瘤 其实那个肿瘤是很近 我们那个脑干 这个很主要的神经 或者是一个视神经线 或者近眼这些地方 用调强治疗的更加主要 因为我们可以好好地避开 那个视神经 重要地方那个电疗的剂量 以前我们就没有这些 那么先进的电疗方法 靠传统二维的电疗 如果去到第四期的肿瘤 其实有机会要牺牲了那个视力 但现在用了新的电疗方法之后 其实真的要牺牲视力的机会就很少了 那又说一说呢 如果是一些的鼻咽已经是可能扩散了 医生你刚才就说不可以用电疗去处理 那如果是这一阶段的病人 其实又要怎么样治疗 如果那个病已经是扩散了 其实我们主要以化疗为主 他用化疗针 因为化疗是行云全身的 希望将扩散了的细胞尽量抑制它 那提到化疗呢 我知道很多的癌症都会有标靶药的 在鼻咽癌这方面 又有没有一些药可以去处理 或者是帮到病人的 其实都有的 但是标靶药物不是一个首选 如果是扩散了鼻咽癌 我们仍然以化疗为主 当然有个别的病人 如果是用了一两种的化疗之后 病都是恶化了 可以考虑标靶药物 另外有一部分病人 因为体质的问题 接受不了传统的化疗 亦都可以考虑标靶药物 鼻咽癌的患者在接受电疗之后 会有很多后遗症 看一看怎样可以帮他们 让他们康复得更加好 甜酸苦辣的滋味 由舌尖上过满的味蕾 和嗅觉带给我们 但对于面对 鼻咽癌治疗后遗症的患者来说 这些味道只能在记忆中回味 吃咸的东西明明是盐分 咸的味道会变成像铁瘦味 糖分糖甜的东西吃下去会变成酸酸的味道 总之你的味道会变成了 那段时间就很辛苦 就变成了吃正常的东西 你会觉得很反胃 觉得自己不知道在吃什么 吴先生在13年确诊被医癌 经过过几月的电疗和化疗之后 病情得以控制 但治疗扰乱了美国 又面对后遗症 令他走过一段伸酸之路 电疗大约数了三分之一 即是12至3次左右 就会开始治疗后遗症的反应 即是喉咙会很干 吃东西吞烟也会觉得很辛苦 那种强光的放射治疗 令到我的鼻咽膜破坏了 变成了我持续说话说得多 或者是天气太干燥 或者久了没喝水 真的喉咙很确 会很辛苦 尽量喝水 尽量喝潤一点的水 多数都是喝领密的 喝潤一点的 鼻咽位于头颅的中央 颅骨的下方 这里和淋巴相连 所以不适合做手术 泄除肿瘤 幸好鼻咽癌患者 一般对电疗和化疗的反应都很好 一系列的治疗 虽然有效击退颜摩 但就留下了不少手尾 影响日常生活 好像是吞烟都有困难 他除了按医生指示 每天洗鼻之外 还看了半年中医调离身体 例如有口肝溃烂 会吞烟 吞得不太暢顺 因为口水分泌少 因为痛而吃不下 主要这几方面 都是被咽癌患者 经常遇到的问题 针对治疗后 有机会出现的副作用 例如食道收窄 吞烟的问题 我们也会有一些专科 例如言语治疗师 负责这些港重 给患者 所以一般建议患者在完成电疗化疗治疗之后 每天用鼻泵 针筒等 加入生理盐水洗鼻 又或者直接使用清洗鼻康的噴霧 目的是防止鼻烟干磕 以及清除积序的分泌物 而中医就主张在电疗期间 同步以中药条理 由于他们认为电疗后反应 属于热度入侵 令人体气阴凉去 所以采用清润的中药就最好不和 好像建议患者喝五汁饮 以及中药汤臭口 舒缓鼻烟干确同口干 中医各地的医疗主要是 遷移解毒 还有补气、氧液这些治疗 遷移解毒主要是 破功烟、筋银花、鼻毛巾 这些比较通常用的油 另外针对脹口困难 上关、下关、撼车等的穴位按摩 以及进行针灸 亦都是描发 针灸医疗的 抹口困难和口关的情况 通常三个月一个疗程 每个星期是一至两次针灸 三个星期一个疗程 大部分病人做了一个疗程以后 口关和抹口困难都可以面移的解释 还以强调愈早预防电疗的副作用 效果会愈好 所以主张电疗首日就开始中医治疗 直至电疗后的一两年为止 医生有建议 被医癌患者在服食任何中药之前 应该善咨询医生的意见 以免中药和其他电疗化疗 以及膝药互相影响 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医生是不是还有一些电疗的技术 可以更加针对性地帮助病人 是的 你说得对 当肿瘤很大的时间 特别是近视神经 脑光这些很重要的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更新的螺旋放射治疗机 这部机器的好处就是 它做到那个剂量分布图就更加之好 即是说它包围肿瘤 给多些剂量去我们需要电疗的地方 它可以给到很高的剂量 而其他的脑干 视神经 眼球这些地方 它的剂量可以按得更加之大 从而保护了我们的视力 有部分病人一来到的时间 可能那个淋巴瓦很大很大 或者很近视神经 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可以暂时不做电疗 先打一些我们叫做有道性的化疗 把肿瘤先缩小了 然后再做电疗 变了电疗的范围相对减少一点 陈医生刚刚听了很多方法去治疗鼻胰癌 其实鼻胰癌的治愈率高不高 死亡率又高不高 其实鼻胰癌的治愈率 比起其他肿瘤来说是相对比较高 就算是第四期的肿瘤 其实都有超过一半的机会 是可以根治得到的 当然如果肿瘤翻发了之后 再医治好的机会就相对低一点 如果翻发有两种情况 有一种就是局部的翻发 如果一些比较早期的局部翻发 我们可以通过外科的手术 或者是一个叫做近距离的电疗 就是刚才说的内放射治疗 或者一些叫做X肛刀 很精准的电疗方法 可以医回局部的翻发 而如果翻发的时间 那个病已经是走了颈以外的地方 譬如到肝 骨 那医治好的机会就不高 唯有用化疗的方法 或者是标靶药物的方法 去控制腫瘤 医生 你有什么建议 给一些可能是被烟癌的 已经康复者去避免他们翻发 当康复之后 其实我们要当自己一个正常的人 不要想着自己是一个 抱着还有病的心态 那饮食方面要注意 不要吃一些太肥腻 以及尽量少吃一些业制的食品 不要吃烟 不要喝酒 定期去复诊 始终就是如果真的买了方法的话 早期的方法 其实医回好的机会也都相当之高 医生 我知道有一种新的技术 是关于血章DNA的测试 那就可以知道究竟 它是不是会比较容易有鼻烟癌 那可不可以讲一讲 这是什么技术 其实它是检测我们血章里面 那个EBV病毒的数目 通常有鼻烟癌的病人 这个EBV病毒在血章里面 那个数目是相当之高的 从而通过抽这个血章里面的指数 我们就监察到鼻烟癌 有没有防发的迹象 但这个不是一个最准的检测 因为有时候很早期的鼻烟癌 或者一些很早期的方法 如果抽这个鼻烟指数 可以是完全正常的 陈医生你刚才有提到 说鼻烟癌的患者 在医治好之后 可能有很多后遗症 可能他们又会经常口干 或者要经常洗鼻 其实在生活习惯上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去令到他们可以 减少这些感染等等 接受放射治疗的病人 其实那个口腔 通常都比较干 他们很多时候出街 都要带着一瓶水 而且他们吃东西都要比较测怨一些 例如吃面或者粥等等 其实现在来说 都有一些我们叫做人造的口水 当很干的时间 其实可以噴一些 或者塗一些人造的口水 减少这个不息 另外电过的鼻烟 其实是比较薄 容易流血 而且容易发炎 所以洗鼻是很重要的 正常我们的鼻膜 是由一些分泌 形成鼻梯 可以滲出来 但是鼻烟癌的病人 因为没有了正常鼻膜的分泌 变了积聚了污脏的东西 其实很干 久而久之 其实怎么滲都滲不出来 很靠洗鼻这个动作 把水带进去 弄到污脏的东西 可以形成像鼻涕 可以容易滲出来 可以沖出来 变了减低鼻烟发炎的机会 普遍的癌症 发病率和年龄都是成正比 但是鼻烟癌的发病年龄 就比较早 四五十岁是发病的高峰期 当中男性更加明显 所以如果一旦发现自己 口鼻有分泌物有血丝 还有有淋巴核的话 千万不要调以轻心 大家如果有什么医疗问题 就可以电邀这个网织给我们 今天谢谢陈良祖医生 不要客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仅 宝贝联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